2016年10月 20103年历史 2010年12月 凯德集团旗下慈善专属基金 为该学校捐建了 急需扩建的实验教学楼 和公共教学用房 汇集师生约700人 之后凯德又推出了 我的第一个书包等活动 多次向学校捐助物资和学习用品 并组织员工和社会志愿者 前往探访 手探知识 一而两一步 这次的探访活动 由来自中国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等多国志愿者们 他们利用三四天的时间 用满满的热忱与爱 为山区的学生们 将学校周边荒废的杂草地 变成一个 急运动 休憩 功能性为一体的梦乐园 教育家风子凯曾说 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 在逐步完善改善软硬件环境后 凯德更希望将这些艺术之美 从五湖四海汇聚至山村校园 丰富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于是 此次重重行囊中 多了许多贴纸 颜料 漂亮的窗帘 短短两天 凯德志愿者 攀窗 扫灰 上机 涂色 绘画 为原本素旧的学校小礼堂刷新 赶制出了几幅大墙会 这次探访还计划给全校宿舍装窗帘 墙壁上贴着新型的小学生宿舍 从此全部有了调节光线 兼具装饰的窗帘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凯德集团首席企业服务官 兼凯德希望基金执行董事 陈成才的感触吧 最大的理由就是美化校园 让整个校园看起来 让这些小朋友们 都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成长的空间 第二点就是我们在 男生女生的寝室 这个宿舍里面也装了窗帘 之前他们还没有这个窗帘 所以装好了 你可以看到整个寝室 也是美化 比较舒服了 然后每一个宿舍房间 我们都给他们一些橱柜 让他们能够储藏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橱柜 每一个个人都有一个橱柜 所以这几样都是很大的一个礼物给他们 然后第一 我们还是持续我们的一个传统 就是给一年级的一些学生 第一个属宝 小朋友太兴奋了 当看到小朋友们拿到新的学习用品 所有的志愿者们都觉得不需刺心 随后志愿者们还实地探访了平衡